真的不是人 这名在彰化一个黄昏市场当临时工的 47岁林姓男子 这个月1号 看到市场内一只母狗 妞妞被拴在一旁 就拿打火机逗她 但她听到妞妞废叫 竟抄起一把木椅砸妞妞 妞妞被拴住 无处可躲 只能吓得不断哀嚎求饶 男子没有放过她的意思 还拿着椅子追着打 有人发现上前制止 她还变本加厉 狠砸妞妞的头 将妞妞当场打死 妞妞的侍主气得向警方报案 你想要不要吐槽 你想要不要吐槽 吐槽我吐槽 对啊 你想要不要吐槽 她因为看到狗的吐槽 因为酒后乱进 她就是拉起木椅 她就是去护打狗的新闻 她还变称 细节都不记得了 警方依动物保护罚等 将男子送办 她可被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是最高一百万罚金 董新闻重罚啦 报导